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幾天的影片啊 裡面其中一段我評論到了 我對藍白河的看法以及 蕭美琴擔任民進黨副手 還有你想不到有今天吧 這樣一系列的評論啊 被柯粉給超佳了 感謝你們給我動力繼續製作這種 針對台灣大選的影片 像是有一個柯粉就嗆我啊 我第一次聽到 有人因為副手而去投票的 果然啊 聽君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 用這種梗來嗆我 首先撇除掉我笑S之外 我點進去他的這個頻道 你知道手機點進去可以看到他什麼 經常留言那些之類的對吧 我發現他經常來我的頻道留言 嗆小粉紅跟中共啊 都是用我平常的那種邏輯去嗆啊 請問你平常看我的影片 如看我的影片 學以致用嗆中共跟粉紅 你不覺得這樣有點背骨了嗎 跟你家組織一樣欸 如果聽我一席話 如聽我一席話 那你學屁學啊 很多這種邏輯啊 都是一脈相承的 我看中共分析事情的邏輯 跟我看一些事情分析的邏輯 包括我對於感情啊 我對於朋友之間 對於同事之間 對於家人 對台灣的內政 對台灣的外交 對於美國的形式 那個邏輯 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那個意思欸 所以沒有什麼邏不邏輯的問題啊 那就代表 你只是否認我的立場 我懶得跟你解釋這麼多啊 再來 如果副手不重要 各黨各派隨便推副手就好啦 不然副手選你柯粉啦好不好 選你啦你當副手啦最棒啦 選什麼徐春茵啦 邱毅啊 當民眾黨的副手 欸你不敢嘛 因為會影響選情嘛 對吧 你選什麼吳思淮啊 選什麼台灣表妹啊 欸還有選什麼 劉樂妍啊 怎麼不選那個副手不重要嘛 Anyway 就是因為選副手也很重要 會影響你的選票 我的天啊 那不然隨便路邊選一個人 溜過來 欸你當副總統好不好 反正副總統不重要喔 大家不會看副總統是誰而去投票喔 不重要 跟你說啊 副手的選擇如果選得好 那是錦上添花 而且選擇副手也可以看出這個黨派 或者是這個總統參選人他的眼界 跟他為財適用的那個格局 不是嗎 那為什麼不選劉樂妍 而且我那支影片講到的問題是什麼 關鍵的 你想不到有今天吧 藍白河目前看起來是破局的 而且你說過藍綠一樣爛 你也罵過國民黨舔共 所以你說的藍綠一樣爛的這個前提 我相信應該是基於所謂的內政 那你又說國民黨舔共那這就是外交 所以代表 你不僅 認為國民黨內政爛之外 你認為他的外交還也是爛的 還舔共 你還去跟藍營合作就代表你沒有核心價值 你連國民黨都玩不過 還被陰 全家出來哭 說什麼 我說救別人來談不要 然後自己簽喔 自己簽 就別人來談 然後他有什麼都說好啊 哇靠 那哪天你當這個台灣總統 哪天回來 全家哭 靠北 我跟中共跟北京台要簽這個合約 我也不知道 我就說好了 要簽下去幹 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合約 我想學中共說這個是中英聯合聲明 是歷史文件 他不說 他不給我同意勒 怎麼辦 我好騙了啦 被坑了啦 沒辦法 我只能全家跟中共出來哭啊 跟身上哭啊 哭給身上看啊 再簽一次啊 好不好 你看到的時候下場會不會是今天這樣子 妹妹還出來哭哥哥什麼什麼 除非自己被弄啊 才會相信別人是壞人之類的論述 所以你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你沒有辦法分清楚情勢跟壞人嗎 既然沒有辦法分你是 要做傀儡啊 沒有辦法分辨那之前喊藍綠一樣爛 你是依據什麼來分辨的 看國民黨那個部分軍立委名單第一順位 你們都不會吐血啊 韓國語呢 啊問你啦 藍白河你們政黨票頭誰 啊這樣就不是真誠的合作了不是嗎 之前還在那邊變相在那邊亂扯說什麼 下架民進黨是全台灣人民的共識 說因為支持民進黨執政的只有30多% 所以有反向六七十%的人要下架民進黨 欸 啊這個邏輯是不是國民黨只有二十幾%的人 希望他執政 民眾黨只有十幾%的人希望他執政 因為同一個民調嘛 那按這個意思就是有七十到九十%的人 不希望國民黨或是民眾黨執政對吧 那不是更多吧 啊隨便啦 明年一月的第2個禮拜我們就知道 結果是怎麼樣的 我只能說啊如果 國民黨或民眾黨 總統大選是台灣人民的第一選擇 那就不用搞藍白河啦 就是因為獨立參選都選不過 所以才要搞藍白河 才要搞利益分配 至今民進黨已經談好了這個賴蕭配都出來了 連郭台銘跟他的副手都早早出來配了 你們還在歹戲脫捧 這樣其實讓大家更看得出你們根本就不是 不是誠心合作的啊 你們根本就是在 分利益啊 談不攏 那就不合作了 你真心要為台灣改變 要為台灣好嗎幹嘛 要去 什麼利益分章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東西啊 不是說不可以談可以談 但是你談就不要在那邊給大家看 又在歹戲脫捧 在那邊談不合又談不合又談不合又不要 一下又一下又不要 這樣資相非常難看啊 這點你們也別否認了 不然也不會一堆磕粉 崩潰 怎麼贈的是好友誼勒 真心要合作 幹嘛分這麼細 你們最大黨的共識不就是下架民進黨嗎 那竟然下架民進黨誰贈誰負 都可以啊 對吧 反正我也不投籃了 誰贈誰負對我來說 whatever沒差 所以 我們先假使啦 這樣的藍白盒 最後執政 我只是假設 你覺得矛盾不會更大嗎 會不會比他們自己黨內鬥爭的還更嚴重 我跟我的合作方要鬥爭之外我黨內還要再鬥爭一次 我要鬥爭兩次 而且這個兩次 一個是自己人一個是我合作方 很不覺得很可怕嘛 因為雙方都想要吃掉雙方 但又要表面上合作 我跟你說我有這樣的同事跟這樣的朋友 我絕對不會深交了 你們會深交嗎 我相信答案在你們心裡心照不宣啦 如果你們還想 You choice 如果柯沒有獨立參選 最後幾天真的妥協當富達 這都是假使 導致一些人投不下去或是少部分轉而去投民進黨 這代表你們沒有很想下架民進黨 因為跟國民黨主導的大選對比 你們寧願不去投 這不是一個很希望下架或是改變的體現 昨天晚上 他不是還跑去 這個會面郭台銘嗎 然後新聞寫什麼研討36%的問題啊 然後又看到現在這個新聞又說什麼 他們也不排除郭柯配啊或是柯郭配啊 我只能說啊真的藍白破取你跑去跟郭和 那對你來說 對郭台銘來說吃相更傷 之前那個副手 他退他已經退美籍了 對吧 雖然他也不會選上 但在還沒選上之前你又給他退生一個月 這吃相太難看了啦 你們兩個黨跟一個獨立參選人 為了 利益 這樣變來變去不整的手段 不守信用 對自己黨內的同胞也好 不守信用 或是對 其他合作方不守信用 這樣才怎麼當大衛 這是我的看法而已啊 因為啊 我如果是沒有這樣的朋友啊 我只能說 我會非常鄙視我這樣的朋友 而且絕對不會往來 太鄙視這樣的人 所以你們就是獨立選選不贏 才要談合作 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 人民對你有信心 你為什麼又要搞合作呢 這跟歐洲的那種什麼跨政黨合作那個完全不一樣 不要拿那個來跟這個對比 完全不同的前提啊 因為你獨立出來選啊 人民寧願不去投票 或是 甚至轉而投民進黨 代表你們並沒有在宣傳上 成功讓我們認為 民進黨就是 綠共 綠共還讓 凡國瑜在付出 在出來選不分區啊 看一下克強兄啊 你在跟我說綠共是中共 台灣出現了克強兄 這樣的消息嗎 拜託 你們都看小粉紅頻道看中共議題看多久了 還在綠共 我頻道被克粉出責 哎媽呀 我也被抄家啦 可怕了白共 我也可以這樣講嗎 不能嘛 完全不一樣的前提嘛 民眾 去批判你 不代表 這是共的表現 我的天啊 我也不會說你們是白共 放心啦 因為我 我做中共議題 我知道差太多了 所以 所以當你們在講綠共綠共或是其他人是共 當然啦這個共前提是 對於自己內政對於自己人民 去鎮壓 或是去壓制的這種看法 不是說跟這個共產黨勾結 那個另當別論 我估計講到這個你們都聽不懂 反正啦 扯回來說 你們要講這句話之前要先確定我們台灣有這樣的模式 台灣人有能力當中共 今天啦 中共上海台辦出來唱什麼 肖賴沛當選是加速兩岸統一 國民黨執政可以延緩 首先你要確定 你不笑死人嗎 前幾天他們的國台辦 朱鳳蓮也出來說 毒上家毒 我們按中共的邏輯來看 他們非常不希望 民進黨執政對吧 什麼原因我就不用多說了 國際情勢跟中國經濟大家都看在眼裡OK 那中共的核心立場是什麼 非常希望統一台灣 對吧 最好是台灣人主動把台灣拱手相讓 我甚至都不用出兵了 我不用費任何力氣 我還不用破壞這個全世界的關係跟這個美國啊跟這個日本的關係 那他又說民進黨繼續執政是加速統一國民黨可以延緩 那言瞎之意中共是希望延緩統一嗎 你希望國民黨執政然後延緩統一嗎你認為有可能嗎 是民進黨執政讓他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阻礙跟障礙 是美國關係跟中華民國斷交之後來到了歷史的高峰 敵人就會反對的不就是我們又要選擇跟支持的嗎 不然身上最近幹嘛泛黃跟美日的關係 所以不是笑S的嘛我再強調一次我說了這個笑S 笑死不是不能講 不是什麼綠共在迫害我 是因為我覺得弄笑S講話很好笑 很諷刺啊 本來2020年的大選啊 蔡英文的817萬票 是因為碰上反送中跟韓國瑜的 倒行逆施才讓一部分不喜歡民進黨的人 轉而去投民進黨甚至不投票 吹出了歷史的高票 所以所謂的喊淚投票 其實世界上民主國家選舉意識如此啊 你怎麼能夠找到100%在外交啊 經貿啊 科技啊 環境保育啊 人權啊 等等 什麼陸權 方面 這麼多議題 全部的議題都要跟你 理想的候選人或是政黨相同的 100% 不可能啦 對個50%60%其實已經很多了啦 所以跟你對盤也不見得跟別人對盤啦 不然你自己出來選因為你看誰都不耍 看誰都爛你自己出來選 自視勝高 大家都太爛 對所以你出來選 讓大家看看你多好 所以這次啊沒有大規模的外部壓力 例如什麼反送中或是像韓國瑜那樣的總統候選人出來鬧事的話 今天這場選舉才叫做回歸正常投票的基數 這這樣的前提之下 藍綠兩黨回歸基本盤 你還要藍白和 才有機率 才有機率喔 贏喔 而且如果要藍白和又回到你所謂的藍綠對決 你又拋開不了藍綠對決了 看看2008年啊 前夕啊有大規模的倒貶行動 2016年以前啊有大規模的太陽花 現在辦的所謂反民進黨的遊行 規模有堪比紅山軍倒貶或是太陽花學運嗎 這是事實嘛 沒有嘛 所以你說呢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母小學見了 掰